大家好,这里是我们薰衣草绣布的缝制视频 我们这一款产品一共有三个视频 这里能是第二个视频 主要讲解我们绣布上的图案如何进行缝制 第一个视频会教大家一些技术针法 以及缝制中的注意事项 建议大家在看过第一个视频之后 我们再来缝制,会更加的清楚和简单一些 第三个视频会教大家我们图案缝好之后 如果进行裁剪、缝合、包边以及我们配件单装 这里大家收到我们材料包之后会收到两片布料 一片是我们的绣布,一片是我们的白色扑棉 这里我们的铺棉是需要放置在我们的绣布下方 同绣布一起进行绷制和缝制的 我们的铺棉由于军事人工进行的裁剪 边缘上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差 我们这里只需要将我们的图案部分放置在铺棉的中间位置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取出绣绷 这里我们需要战斗上方螺丝将绣绷扭松 注意每一个绣绷的这个位置都有一个螺母 我们不要将它弄丢 接下来我们取出绣绷里的圆环部分 我们将圆环放置在布料下方 将我们要缝制的图案放置在绣绷中间位置 接着取出外圈能够进行固定 我们这里要注意绷的时候不要绷得太紧 太紧呢图案会变形 也不要绷得太酸 太紧我们的布料会出现肘重 我们不只给绣绷到合适的程度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大家取出我们手中的色卡 我们根据线卡上的数字 以及我们的说明书来确定自己需要使用的颜色 这里呢线卡我是随机取的 我们大家这里要参考自己手中收到的线卡颜色 对照着说明书 我们来确定哪一个部位用哪一个颜色的线 下面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取线 我们从线卡上将线圈取下 我们这里每一根线都是由六谷组成 使用的时候我们需要拆除其中的一根来使用 我们找到一根的线头位置 用我们的左手轻轻的捏住线头位置 右手将线抽出 这样呢我们的线就分离出来了 我们将剩下的线放好 可以继续放到我们的线板上 以防丢失 我们将取出来的线穿到我们的针孔上 将开头和结尾的位置重合 我们在这里需要在结尾位置进行打结 这里打结的方法不不定 我们这里用手捏住线头的位置 将线在手指上缠绕一圈 接着用我们的右手捏住线圈的重合位置 接着再将线头位置从线圈中穿过来 从背面拖过来 将线圈拉紧 这样呢我们的一个结就打好了 如果大家感觉不牢固 我们还可以再打一个结 这里呢打结位置 我们要将它和第一个结打到一起 多余的线头呢 我们这里可以剪掉 打好结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正常进行缝制 首先我们先取出一号绿色 我们来缝制叶子的破团部分 这里呢 我们的叶子是要用两骨线 当面绣来进行缝制 然后再度多留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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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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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